創下全球金融市場 股災風暴還在橫行惡化 同時普丁直接斷了保加利亞跟波蘭的天然氣供應 而且揚言要斷整個歐盟的天然氣的同時 另外一個部分是犯化核威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也直接對著咬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上任以來很少講話 但是他一講話都非常堅定明確 而且直接對嗆 那個俄國在那邊對嗆說 如果繼續武裝烏克蘭的話 會是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是一個核風險 不排除在烏克蘭戰場上動用戰術核武 結果奧斯汀就直接來嗆了 說這個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危險的 對誰都沒有好處 美國會注意這中間的平衡 而且美國不會跟你一起去玩這場戰爭 然後他又對嗆普丁說 是你普丁搞起了烏克蘭這場戰爭 你普丁必須有智慧 而且能夠體會到現狀 去上談判桌解決這場戰爭 可是普丁的態度也是更強硬了 他在整個奧斯汀正在東德國的時候 開那個40國的會議的時候 他剛好見了聯合國的秘書長 他竟然跟聯合國秘書長說 他可以上談判桌 但是上談判桌的前提是什麼 烏克蘭折倫斯基同意用土地換取和平 這就是沒得談的意思了 而這沒談的意思呢 他開始也繼續升高核威懾 我們知道雜波羅勒是整個歐洲那邊最大的核能電廠那邊 竟然發現他們打了兩枚的巡弋飛彈 非常的低空掠過 就是要給你看到巡弋飛彈 然後讓你覺得核電廠 普丁是有這個打算 讓核電廠陷入了核外線的一個風暴 另外一個狀況是 他的積弱期的潛水艇 故意在克里米亞的碼頭那邊浮起來 裝載可以帶核彈頭的口徑巡弋飛彈 故意給你看 也代表著他可以在黑海 可以在克里米亞那邊發動核攻擊 不但如此呢 他開始呢 天然氣也當成他的武器了 斷氣風暴開始啟動 宣布即日起就是27號起 因為波蘭和保加利亞 你們兩個作為北約去封鎖俄羅斯 支援烏克蘭的前沿 立即斷掉他們的天然氣 接下來呢 德國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所以呢 整個歐元呢 立刻破底 一歐元對 讓美元是1.0635 這是最低的一個點 所以歐洲的這個經濟風暴 也會起來了 可是面對普丁這麼一個強悍呢 整個呢 奧斯丁呢 特別在德國全北約 最大的空軍基地裡面 召集了一個 他宣稱會 撼動天地的一個會議 這場會議裡面 那個畫面真的很壯觀 壯觀的程度是 你看到奧斯丁還有密立坐在這邊 40國的 國防的首長 坐在那邊 這可能是二戰之後 沒看過 有40多個國家的國防首長 坐在那邊一起開會 我們怎麼樣在最快 最安全 最有效力的方法 支援烏克蘭 各種像榴彈炮 這些重武器 烏克蘭所需要的 立即最快速的提扣 而這裡面除了北約以外 除了美國以外 除了烏克蘭以外 讓人家可以看到的是 中東竟然有以色列 還有卡達 在非洲還有肯亞 一些國家參加 而且在視訊上面 日本和南韓 也都參與了 所以這個全世界對他的一個對抗 密立特別跟記者透露說 這個40多國的一個 整個軍事資源的會議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判斷的是 資訊裡面是 俄羅斯在短期之內 立刻可能會發動一場 決定性的突擊式的猛攻 猛攻烏東 因為他在5月9號之前 拿下一個戰果 所以接下來幾週 非常的重要 可是他們也知道說 烏克蘭有決心 一定會站下去